肚子里的战争 作者王小波 我年轻时有一回得了病 住进了医院 话虽如此说 穿着白大褂的 不叫他大夫又能叫什么呢 我入院第一天 大夫来查房 看过我的化验单 又拿听诊器 把我上下听了一遍 最后还是开口来问 你得了什么病 原来那张化验单 他没看懂 其实不用化验单 也能看出我的病来 我浑身上下 像隔夜的茶水一样的颜色 正在闹黄胆 我告诉他 据我自己的估计 大概是得了肝炎 这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 当时还没听说有乙肝 更没有听说饼肝 丁肝和物肝 只有一种传染性肝炎 据说这种肝炎 中国原来也没有 还是三年困难时 吃伊拉克蜜枣吃出来的 叫做蜜枣 其实是椰枣 我虽没吃椰枣 也得了这种病 大夫问我该怎么办 我说 你给我点维生素吧 我的病就是这么治的 说句实在话 住院对我的病毫无帮助 但我自己觉得 还是住在医院里好些 住在队里会传染别人 在医院里没有别的消遣 只有看大夫们给人开刀 这一刀总是开向篮尾 应该说他们心里还有点数 知道别的手术做不了 我说 看开刀 不是瞎说的 当地经常没有电 有电使 电压也极不稳 手术室 是四面全是玻璃窗的房子 下午两点钟 阳光最好 就是那时动手术 全院的病人 都在外面看着 互相打赌说 几个小时找到篮尾 后来 我和学医的朋友 说起此事 他们都不信 说 篮尾手术还能动几个钟头 不管你信也好 不信也罢 我看到的几个手术 没有一次 在一个小时之内 找到篮尾的 做手术的都说 人的盲肠太难找 他们中间有好几位 是部队罗马卫生员出身 参加过 给军马的手术 马的盲肠很大 罗子的盲肠也不小 哪个的盲肠都比人的大 就是把人各自小考虑在内 他的盲肠还是太小 闲着没事聊天时 我对他们说 你们对人的下水不熟悉 就别给人开刀了 你猜他怎么说 越是不熟悉就要越动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 后半句是毛主 人的肠子和战争不是一码事 但这话就没人说了 我觉得有件事情最恶心 每次手术 他们都让个伸手来做 以便大家都有机会学习战争 所以 蓝尾总是找不着 刀口在什么部位开多大 也完全凭个人的兴趣 但我们必须说他们一句好话 虽然有些刀口偏左 有些刀口偏右 还有一些开在中央 但所有的刀口都开在肚子上 这实属难能可贵 我在医院里遇上一个哥们 他发了蓝尾言 大夫动员他开刀 我劝他千万别开刀 万一非开刀不可 就要求让我给他做 虽然我也没学过医 但修好过一个闹钟 还修好了队里一台手摇电话机 就凭这两样 怎么也比医院里的这些大夫强 但他还是让别人给开刀了 但是他还是让别人给开了 主要是因为 别人在战争里学习战争 怎么能不答应 也是他倒霉 打开肚子以后 找了三个小时 也没找到蓝尾 记得主刀大夫 把他的肠子都拿了出来 上下一通紧倒 小时候 我家附近有家小饭铺 卖炒干会肠 清晨时分 厨师们在门外洗猪大肠 就是这么一种景象 眼看天色越来越暗 别人也动手来找 就有点七手八脚 我的哥们被人找得不耐烦 撩开了中间的白布帘子 也去帮着找 最后终于在太阳下山以前找到 把他割下来 天也就黑了 要是再拾一步 天黑了看不见 就得开着膛 晾一宿 原来我最爱吃猪大肠 自从看过这个手术 再也不想吃了 时隔近三十年 忽然间我想起了住院 看别人手术的事 主要是有感于当时的人 昏昏噩噩 简直是在发疯 谁知道呢 也许再过三十年 再看今天的人和事 也会发现有些人也是在发疯 如此看来 我们的理性 每隔三十年就有一次质的飞跃 但我怀疑这么理解 是不对的 理性可以这样飞跃 等于说当初的人根本没有理性 就说三十年前的事吧 那位主刀的大叔 用漆黑的大手 捏着活人的肠子上下倒腾时 虽然他说自己在学习战争 但我就不信 他不知道自己是在胡闹 由此就得到一个结论 一切人间的荒唐是 整个社会的环境 虽是一个原因 但不主要 主要的是 那个闹事的人 是在借酒杀疯 这就是说 他明知道自己在胡闹 但还要闹下去 主要是因为胡闹很开心 我们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推论 不管社会怎样 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但作为杂文的作者 把推论都写了出来 未免有直漏之嫌 所以到此打住 住院的事我还没有写完呢 我在医院里住着 肝炎一点都不见好 脸色越来越黄 我的哥们动了手术 刀口也总是长不上 人也越来越瘦 后来我们就结伴回北京来看病 我一回来病就好了 我的哥们却进了医院 又开了一次刀 北京的大夫说 上一次虽把狼尾割掉了 但肠子没有缝住 粘到刀口上成了一个漏 肠子里的东西顺着刀口往外冒 所以刀口老不好 大夫还说 冒到外面还是万分幸运 冒到肚子里面 人就完蛋了 我哥们倒不觉得有什么幸运 他只是说 妈的 怪不得总吃不饱 原来都漏掉了 这位兄弟是个很豪迈的人 如果不是这样 也不会拿自己的内脏 给别人学习战争